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在网上见面 和大家分享一位非常值得大家认识和纪念的艺术家 尤其今天是这个讲座叫做美丽心 他是真正合乎我们对这位大师的认识和印象 他真的是有一个很美丽的心肠 他离开我们已经有12个年头 其实我们好些他旧日的粉丝和学生 因为时常看见他家 我们家里挂了很多他的画 无时不再想念他 不过近来重新唤起我们的对他的敬意 而去年特别为他开了一个实体的发展 而现在又在网上和大家有分享 是因为看到旧日有一篇报纸上怀念他的文章 这篇文章假如大家把这几个keywords的主要的字 拿去google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全文 这里他说他平易尽人满生戏 以对谁作和和气气于事无争 但是他也不肯做弄虚作假 做违背良心的事 他这篇文章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有这个例子我不再仔细讲 这个同时在我们对他想念的同时 我们这里的华人活动中心 假如你们是住在DC华盛顿这一区的 一定知道有个CCACC 是很多活动的每天每个游戏周末 他的有一个很好的艺朗画廊的这个馆长 孙文尹女士和他的顾问兼书法家 还有这个画家有一位景杰强博士 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 知道我们本地呢 有不少这个是杨老师的粉丝和学生 拥有不少他的作品 因此很久以前就有意邀请我们 替他在这个CCACC办一次画展 当然这件事就是为了新冠状疫情 就单过了两年 一直到一年前这个时候 大概四月时候 在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又开始讲起来 所以用了六个月的时间筹备 在十一月的时候我们替他开了这个画展 这个画展呢 这个是在报纸上面 我们登的这个消息 蛮有意思的 这个我们这个左边的是海报 右边的是我们特别为他写了他的生平 对于这篇东西 等一下我们仔细会秀给大家看 这个是这个画 这个是画展 下面是开幕的那天 很多人去 这个一共有四十几张画 挂得非常展览的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画廊 这个就是我们那天几位主要人物照的照片 右边两位呢 是他的学生戴红帽子那位女士 尤其是跟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 几十年的朋友 我们对他的成就也非常熟悉 然后后面两个呢 就是我跟我的内人 我是穿白衬衫那个 中间穿黄衣服的那个就是CCACC 当时的会长李志祥先生 他做了十年的会长 在CCACC这许多年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都是他的领导 都是非常好 那么他去今年开始就把这个会长 这个棒子交了给前面 坐在轮椅上面那位孙文颖女士 当时她是这个画廊的主任 她自己是一位油画的画家 这个 所以在她的这个指导之下 我们就办了这个画展 然后另外那位女士呢 是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把每一幅画的这个detail 都把它打在一张纸上面 贴在这个墙上 大家 墙上 大家就知道 最左边这位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位书法家跟 这个画家 就是景杰强博士 很奇怪的 他是一个物理学的博士 大概我们中国 青年从前小的时候 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叫我们科技 报国了什么 大家都跑去念科技 其实他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细胞在里面 所以他从小一边学这个物理 他就也跟名家学这个字 对不起 对不起右边这张 我因为没有办法照得清楚一点 是非常好的字 他的画 画水浪特别厉害 你看这张这个地书是多好的一幅这个字 所以他在我们这里也是很出名 有时他在办画展 甚至在香港也办过画展 这个是他的这个很出名的水 这个以后假如有机会 你们应该也请他到网上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所以那次我们参加 在演出呢 大概是有六个家庭或者六个单位 每个人出的若干这个作品 这个就把他一个一直是四十几张 上面最早的最头上的一位就是周武平医师 这里是非常出名的医师 然后就是我们两夫妇 然后有一位刘女士 本来我们不认得她 后来她看见报纸上我们办这个画展 她马上就把她的杨老师给她画的一张白纸图 就拿来展览 这个非常好 因为我们正是要找那副白纸图 就是找不到 其实我很想买的 那个老早就给她买去了 所以很遗憾 这次能够看见很不错 然后呢就是刘士奇博士跟朱雷女士 朱雷就是V6 就是杨老师 最后晚年最得意的学生 等一下我会再多介绍一下 这个然后呢是玛丽兰大学的杨觉生教授 他也买了好几张这个杨老师的画 而且他的岳母 岳妈妈也是杨老师的学生 所以他们关系特别好 然后这下面这位就是杨老师第二个儿子 他也贡献了好几张画 我们一起办这个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感谢美丽兴讲座 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在云端跟大家分享 我是本地以外 也许不太熟悉 他这个朋友有机会能够欣赏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华府书友会 圣地牙各作家协会 北卡书友会给我们这个平台 我个人也非常感谢三位会长 在我们筹备的时候 给我很多这个指点 给个建议 使这个希望能够 我不会辜负他们一番的苦心 能够使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欣赏 那么现在我就看 就把这个分享的内容讲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的内容 比我们上次办画展的多 非常多 因为画展 你只能够展览他的那个实体的 那个原创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没有实体化的 原创的 假如他有一个photocopy 我们也可以现在在这里展出来 还有他的日记的什么 所以我们这次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比我们上次实体的展览 多很多 导微很简单的报告一下 就是杨老师 他是1932年出生 所以现在他还在的话 就有91岁了 那么他是11年前 12年前去世的 那么他从前在teenager的时候 是因为跟到政府 以流亡学生的身份 就到了这个台湾 当然就受了政府这个教育 听说他是在那个 胡心刚受这个艺术的训练 而且毕业以后除了画画以外 那么还有1970年 在初当初那个电视 很开始这个发展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美术指导的工作 然后他那个时候才40岁的时候 就画了一张70英尺乘60尺 这么巨大的一幅宝岛春节赛会图 其中有人物有2000多名 里面活动多得不得了 所以曾经在省立历史博物馆展出 得到很多好的评论 很多人说等一下我再仔细讲一讲 就说跟故宫博物院中的 听名商上合图相比 可以相比那么然后他74年 大概是因为跟着这个亲戚的关系 他们一家就移民来美国 不久他的才华就为本地的中外人士 还有这个有关的社团就认知 连美国插画博物馆 还有水墨化协会都知道 要请他展览并且得到首奖 那么美国很出名的国家地理杂志 知道了就特别聘任他制作这个艺术家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要出刊一篇 这个秦始皇冰马俑 还有这个特刊 里面很多插图都要非常好的艺术家 又懂中国文化的去做 那么所以这个就请了他 然后再过几年 中国少数民族特刊的画的图 也是他等一下我都会秀给大家看 然后呢 美国的National Park Service 也请他担任专任艺术家 那么各位假如到有一些 这个景点游览中心里面看 这个他说明的很多这个很大幅的图都是画的 是鸟了画了这个有什么种类的都是他画的 画得非常好 那么然后这个游帐总局也不甘后人 就是也特别请他在1998年 画了这个虎年的阅历 阅历里面有13张传统的插图都是他画的 然后美国Kennetiquet Greenwich这个 这个art gallery也特别跟他有一个合同 重金请他经营大量 请他画了作品替他推销 不断推销 有好的呢 还特别给他这个印成这个印板 有一些印了几千份 他不但是一般中国的山水洞植物的人 都有这个画得很好 就是连人物还有民间的风俗传统都非常有人情味的 所以他的作品就是被这个洛克菲拉又有钱 又有这个现场能力的这种高级人士收藏 还有当时假如大家那个时候来到美国就知道CBS 全美国最受人信任的一位电视的新闻报道 甚至比总统还要是信任还好的 这个信师还好的 就是Walter Cronk 所以这些人都在收他的作品 那么还有 所以他因为有这种人情的这种 风俗传统的东西呢 很多人就把他做 所以中国的Rugman Rugwell 大家等一下我会讲 但是其他 其他呢 这个只对了一半 其他因为他除了他的很精细的画图之外 他的中恒泼墨 豪气适宜 比这个Rugman Rugwell更是一个艺术家 并不是光是一个做插图的人 那么所以时常为这里大华府地区的主流社团 不但是华人连这个外国人的美国人的社团也时常请他展览 而且他能也回过台湾跟大陆展览 所以他是后来当然也这个在有空的时候他就教画 那么我们认得很多人都是认得跟他学过画的 那么他是他的信仰是非常虔诚 不但是只是信仰而且他的真的在他的为人诚恳谦和里面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生平的事集 我想就很快的就略过去 不过假如将来我们这里有一个recording 大家可以拿到那个recording的可以慢慢的看 这个就说刚刚讲到人们就说他是华人的Norman Rockwell 那么大家知道假如那个时候你们六五零年六零年代来的时候 每个周末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杂志叫做Saturday Evening Poll 他的封面时常就是这个Norman Rockwell画的 画的东西都是一些这个跟美国的风俗习惯有关系的 那么不过就是说在这个公笔系会后面 还有一位这个豪气失语的艺术家 那么这里我讲到当时有一个 现在好像还在一位很出名的艺术家 当时当初是这个年轻的时候跟他一起出道的 听说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是非常这个风骚的 时常的晚上这个通宵开party都是在一起 那么两个都是非常好的艺术家 我是觉得很不错 他能够写出一篇很有不但是高度评价 而且是非常中肯的一个一个评价 这边我就没有自己办法念不过这个假如你们拿几个keywords 也许可以在网上可以拿到这一篇假如你们拿不到的话 你打一个email给我就可以把这整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的 寄给你们看 那么这个我就用电子就寄给你们看 这个是非常不错非常好的一回事 因为这个艺术中国人都说文人相亲自古已然 尤其这个艺术家大家都是互相有这个competition 而他能够真心的为他写一篇很好 而且不是乱写的这种一个评价 我觉得这位吴越艺术家也是非常了不起一个人 这个好我就把这个略去不过就是讲再讲一次 他的这个青春赛会图是实在不得不得了的一回事情 不过但是我等一下再更大 本来我是应该先讲那个按这个时间的次序 不过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我迟一点先讲 那么现在就讲他来美国第一件大的事情 就是1977年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 做这个替他们这个做这个illustration 就是做一兵拿勇的事情 那么大家知道我刚刚好 因为我从前教书的时候 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位女士 她从前跟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做过事 她说这个地理杂志跳得不得了 你有一点点错的 画的多少 她说不要重画重画 所以他们是不计这个成本 把这个一定做得非常好 所以能够替地理杂志能够画这个图 实在是了不起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那个特刊里面的这个杨老师的作品 这个就是他们给他看了 后来挖出来那个在这个陕西那个地方 那个地 然后就让杨老师想象当时那些工人怎么样做这些兵马俑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非常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 这个就讲也讲到这个金科治秦王的这个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的 这个当时的情形 还有这个描写秦始皇怎么样驱使千千万万的人民做苦工 造这个长城 这个是 然后呢过了三年 他们又要出另外一个 就是讲到中国所有57个不同族裔的这种人 那么这一张图是印出来的 是这个中间你看这个National Geographic地理杂志 做了很多研究 就是把中国什么族的人住在什么地方用不同的颜色都画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就请杨老师把57个不同的族裔 他们的这个穿的什么衣服啊 要表这个样子是怎么样 叫画的画出来 所以这张画呢 可能在这个美国许许多多的学校的这个课室里面都曾挂过这个这张图是非常有历史和这个教育价值的 所以原来杨老师画的这些人是多大我们不知道这张印出来 这张东西是36寸成30寸就三尺成两尺半相当大的 我在在我这个后面还有一卷在这里 那么我就把仔细的把这个他写到按照这个顺势中方向 就把一卷一卷就给大家看 这个是汉族啊 这个是汉族啊 然后在新疆啊 这个西藏这边是藏族啊 他们有这个拉玛啊 这个读经 然后在新疆这边很多这个 维吾尔族了 哈克萨 哈萨克 还有这个很多 你看他们他不但把他们人他们穿着的衣服 都是非常有这个很很仔细的研究过他们的衣服不是乱乱画的 后面他们的这个建筑物 还有他们的用具 还有他们的什么马拉骆驼了 都画一点出来表示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文化 那么这个是蒙古跟汉族啊 那么他们这个乐器还有蒙古包都画出来了 这个是蒙古 然后到东北这里呢就有满族的人 满族啊 也是在马上的这个生活 然后呢 还有朝鲜族的也是在东北这个 跟韩国韩国有关系的 然后到中国东岸呢 很多就是打鱼的人啊 还打鱼 到了台湾呢 还有高山族的人啊 耕田的 然后到了这个 广东南部呢 就有苗族 梨族 社族啊 这些 他们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方式是怎么样 最后呢 就是到云南这边 瑶族 壮族了 白族 这个很多啊 这个 所以就一共大概 我数了一下 连小孩算起来 一共是57个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呃 呀 我就 呃 所以那个时候 他做这两件事的时候 我们还不 还不认识他 好了 然后到了这个 呃 呃 1981年还是82年 因为他在这里办一次 有一次 他的画展 呃 所以我们去看了 哦 我们一看了 他这个 讲起中国传统这些呃 人 乡下老 呃 呃 乡下的这些乡巴老 好爱了 为什么呢 呃 我这个当然我个人有点偏见 因为我 从前抗战的时候 我在四川的乡下 住了四年 所以日常接触的就是这些 呃 这个非常纯朴的这一些呃 乡下的人啊 呃 然后生活很简单 也很纯朴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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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了这张画 就喜欢 而且听说这张是因为他刚刚在那个画展里面得过首奖的 所以我马上给我他买下来了 那么这张你们看看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啊有的在玩有的在这个买东西吃啊有还有甚至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是他在他爷爷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大腿上面睡着觉了啊还有另外也有一个小孩他很时常画这个老少画在一起的我是觉得非常呃非常温暖的一回事情啊 那这个是我先秀几张他的画啊呃呃这张画呢恐怕是我们这些画里面看过人次最多的一幅画为什么呢这幅画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周五平医师那么这幅画挂在他的医务所不晓得挂了多少年总之在他这么多年里面所有去他医务所看病的啊或者是检查的 都都每次都是看了好几呃这个好几分钟这这幅画我个人就看了几十堂这幅画所以这个是欣赏人是最多的一幅画就讲到因为医生嘛当然是讲到中国这个药草了医人了所以你看他每一样东西都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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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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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讲价什么 所以你看他的 不但他很惊喜 他有很多笔画 他是很大笔的 在这里画 然后他也有人纳胡琴 在唱不晓得唱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非常 中国乡下人的生活里面 非常常见的一些景色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 大家就把他跟这个 Norman Rockwell 就是并为一谈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有名的这个 Weekend的这个 杂志就是Live Magazine 后来就看的人比较 因为电视来多了 这个看的人少 越来越后来 这两个杂志都是比较 就停了 Live有时候还会出一些特刊 那么看看这个Norman Rockwell 画的一些普通人 一个人家吃饭 就讲到这个 这个1943年那个 Thanksgiving感恩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刚刚好 罗斯福总统 他有四大自由 他也说这个 Freedom from want 替他画了一幅画 也是响应这个总统的号召 那么这边是讲一个 这个一个 做机械工作的人 他在动脑筋 那这幅画呢 是印版的 我们家里面有一幅 很有意思 你看看就这个小孩 下面 一包东西 大概就是因为在家里面 跟爸爸妈妈闹了别扭 所以他自己 包了一包东西 出走去了 那么出酒 跑到路上 总要吃点东西了 或者喝一点 到这个冷饮店去吃点东西 刚刚好碰到一个 这个 警察要跟他谈 大概警察要 问他你家在什么地方 大概预备要把他送回家去 这个也是蛮 蛮有意思的 一种 一个 一个东西 这个是他 Norman Rockwell 他画画 他还照了像才画的 而杨老师不用画 照像就可以画 这也是不同的地方 那么 所以杨老师不但精细的画 他也太很大笔的 你看他画这个猪 和几笔就画出来了 这个是2004年猪年画的 这幅他是他画给我们 那年过年的 这个山水 他也会画山水 是很大幅的一个画 然后呢 还有这个江边的景色 这个也是 这个很轻描淡写的 这个就是 他写得很 很生动 这幅是他给叶妈妈的 所以现在是在杨教授家里面 然后他这些山水画 左边这幅在我们家里面 这些 这个是在这个猪蕾 猪蕾家里面 这两幅 也是很大笔 几笔就画出来了 然后呢 他画了好几张很大的画 其实画中里面有很不同的画 这张是我们家里面要买了 你看看他 这一张画里面 其实你可以说是买了好几张画 因为里面 每有几个角落 就可以制成一张画的 你们看看 就是先看看左边这个船 这个船里面 这个船 把它放大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 船里面还有一个人呆在那里休息 都画得很仔细 很仔细的 那么这个 然后呢 在树下面也有不同的人 做不同的事情 有的人做做买卖 有的人在看报纸 有的人在 还有一个抽烟的老头子 这个 然后呢 还有在这个岸边 有一个人在卖鱼 所以你说看起来就是 一幅画里面有好几幅 小的画 这个 另外一幅画 就是叫做 黄道吉日 最主要的是 对面那个桥上面 有人这个 这个取亲 这个一个 那么其他的还有很多 这个江边的景色 而且每一点东西也是一个 一点这个 也可以成一张画 比如说 你看这个中间这几张 这个船 这个船 这个你看船里面 不但还有一个老头子 老头子前面有一个茶壶 都画得清清楚楚 这个 左边也有一个船 然后到右边 右边岸边也有一个船 他这个也可以支撑一幅画的 然后左边 有一个村庄 这个 这个很典型的中国的村庄 在右面呢 是另外一个村庄 是在桥的这一边 你们仔细看看 这个 这个村 这个已经是放大了 然后中间这个 这个树 树下面还条狗 他都画出来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这个 取亲的这个 parade 所以这个 就从了 所以一张画里面有好几个 然后大家看过 也许看过这张画 以前 就是 这个一大堆小孩 那么其实几个小孩 就是成一张画 小孩穿开单裤 他都画出来了 这个 民族幼苗 对这个 还有这张画也是非常 仔细的 等一下我会把它画稿 给大家看 这幅画 大概差不多有三尺长 两尺半长 里面 你看左边 这个岸边 有人铺在那个茶馆里面 有人喝茶 这个是 前面有个 这里 有这个 船 然后到前面过桥 那个地方 也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typical江南的一个村 村庄 然后呢 就是这张后来 是为那位刘女士 带来的一幅白 白纸图 这个白纸图 你看里面很多不同的活动 这个在左上面 这个 这个 毛色下面 有小孩子在下棋 还有在那个 丢 那个什么东西 还有 中间小两个小孩子 在拍拍 玩拍手 还有这几个在玩乐器 啊 画得非常好 还有 中小不了 有条狗的 还有跳绳 还有纸图啊 还有这个 还有踢箭子 踢箭子呢 画踢箭子是有学问的 这个是个秘密 这杨老师告诉我们的 假如你是拿一个照相 去照一个小孩 或者一个人踢箭子 你绝不绝对照不到 这么一张 这个照片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这个箭子在最高的时候 你的脚不会在上面 你的脚会回到地面的 所以这个 假如脚在上面的话 就是表示那个 那个箭子已经回 掉下来 掉到脚的再踢上去了 所以这个是 刚刚是 插了一半的 这个一个 腮口的 但是呢 假如 你画一个 那样子的 真的 这个踢箭子 就是说 脚在下面 这个箭子在上面的话 就 就好像就不太 不太像 不太 好像不太起劲了 所以他要 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是照 画图可以 画出这个照片 照不到的东西 那么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张 赶小吉 这张画 相当大 有四次长了 叫相当大 里面 你看好多这个 不同的活动 我把它也是 不同的这个 画在中间 中间有个人 开个铺子 然后呢 他铺子 门口左边 有人在摆摊子 还有他右边 后面 有一家人 在包饺子 然后呢 还有些摆地摊 卖东西的 然后在左边呢 有一些这个 带牛来 这个 赶牛的 然后呢 买不同的器具了 还有买不同的食品的东西 那么还有摆地摊的 所以这个 一张这个大 大的画里面 有很多小的画在里面 那么 我为什么 等到现在就是讲这个宝岛春节赛户图呢 这张是这个非常大的 是他大概是他一生最 最好的剧作 用25张宣纸画了把它接起来的 所以这样很不 不平凡 很可惜 我虽然看过好几趟 我那个时候没有想起好好照几张相 出来 我虽然有一张 他好像给过我一个 小的 我们搬家的时候也不晓得 在箱子里面还没有拿出来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一个 真的这个春节赛会图 所以我只好 我在网上面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图 结果也找不到 不过最有意思的 就找到傅娟夫 书画资料库里面 有一篇在联合报里面 登的一篇个描述 这个描述呢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 因为 二千多个人 里面不晓得多少不同的这个 这个活动 你一看 看见就不错了 你还要把它一个个话 讲出来是很不容易 你看他讲 这个政治出口有何 何必要养押人家 有什么 有猪有什么 然后呢 这样子就政治一角 有演布袋戏的 有这个房屋越来越迷 观者越多 这样子很多很多 他能够 一个写文章的人 能够用这么仔细的方法 把它描写出来 我觉得实在是很了不起 然后呢 他就讲到 全镇百叶 杂成 招牌利利 那么有这个 有这个 买沙茶牛肉 有杂货店 有蛋脂肪 你看有多少不同的东西 数都数不清的 他能够仔细写出来 我是觉得很了不起 所以我就 为什么摆在这里 我就让大家 刚刚看了 那几张这个 白纸图了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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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里面的图 就想象 那个春节赛会图 就是那种的话里面 一张张张接起来 有六十尺这么长 六十尺是五部汽车这么长 六尺 七十尺是五部汽车这么长 六尺呢 是比我们东方人还要高一点点 所以很很大的一张画 那么 还有这个 很多些 这些什么东西 我就不仔细讲了 我就觉得 这个写这张文章的人是了不起 然后就看到很多这个 很有名的 这个人 写的这个评语 那么 我曾经在网上面 有一些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很有名 有些我不认得的 我都去网上查过 是的确是非常 有名的这些 我不 我不仔细念 不过最有 我觉得最 最重要的一个 一句评语 就是庄牧林先生的 就是说 他这些 清明上学图 是在大陆 写这个大陆的 民族的价值 然后呢 这个 宝岛春节 晒孤图 是讲这个 在台湾的这个情形 那么 假如 没有这两幅画 把它画出来的话 金不为土 后将不见 以后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从前 过年过节 是怎么过的 因为从前 没有照片嘛 只有靠画嘛 所以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评语是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以后 能够有机会 假如能够 我真的把这张东西 找出来 再有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 再修一次给大家 看 这次就是 就讲到很多人给他的评价 刚刚就五月 还有这个 这个 同的报纸 给他这个评价 我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太 不仔细讲 那么这个就是 邮政总局 他替邮政总局画的 1998年的 这个十张 这些画 一共是 这个是第一张 然后一月开始 是这个样子 这个还是过年的时候 一月 然后二月 还是有天丁 冰天雪地 还有小孩在地 学 玩的这个情形 三月 这个一个少女跟狗 这张画 他画过好几个 然后小兄妹 四月 五月 五月就看到一个 老头子在 年大概 受到家书 还有他两个孙子 在他旁边 恐怕 然后 这个六七月 八月 然后呢 就跟爷爷讲故事了 还有这个 白纸图 他为了这个 也画了一个白纸图 然后这个 他这张画 画了不少 除了这个替 这个邮政总局画以外 他替这个杨教授 也画了一张 所以杨教授家里面 现在有这张画 那么这张 是十二月 那么还有其他的画 都是很 很大笔的 几下就画出来 中间这幅画 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去看他那天 大概他刚刚好 画了这张画 还没有表 我看了好喜欢 因为我们中国人 大概是对儿子 女儿都有很大的希望 看见他能够把这个希望画出来 我是觉得非常心暖 他看见我很喜欢 他就马上把这张画送了给我 我希望他是为了他儿子画的这张画 而且他 我就觉得他以后画很多张都很容易 所以就希望他还是给了他儿子一张这个画 这个讲这个 也念书就是为儿 为小儿做 这种水墨画 这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 我们那个办画展的时候 要这个 景杰强博士来指导呢 因为他把这个不同的这种画 能够放在一起 很调和 无论是那个题材 或者是那个画 都是很合在一起的 所以他这个 这张画 我们也非常喜欢 所以是挂在我们的卧房里面 就讲一个母亲在喂奶 那么他是很专心的喂奶 他特别又画多了一个姐姐在那里 因为他姐姐就觉得很无奈了 因为这个母亲 把这个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他的这个弟弟或者妹妹 这个身上 他就受了冷落 所以他就非常这个无奈的 就坐在那里发呆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这个意思的一张画 我们非常喜欢这张画 那么这张 也是讲起这个小孩子在那里玩 还有一些人在那里吃饭 小喝酒 这个 大家都在看 他也少不了画一只狗在那里 还有这个也是比较大笔的画 这个乡下的 这个是typical台湾乡下的情形 这张画蛮有意思的 我看到这个光屁股的这个画 我本来总以为妈妈上面一边在喂他 他下面一边在做大事 结果后来不是我放大了看 那个就是一个在台阶 那不过那个时候 小孩的这个 穿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没有了 就是上面一个背心 这个样子 就讲到他很多这个老人跟小孩 都是放在一起的 老人跟小孩下棋 小孩就没意思就是在里发呆 因为这个老头子在看报 那么还有就是他每天差不多每天都把他那天的经过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不是用记下来而是用画画出来 所以他就不晓得集了多少的画他就把其中他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就把它放在两本书里面出来 我就因为这个数据很长我没有办法每一页都给大家看 所以我就这个挑几页给大家看 这个刚刚好是1987年 他就刚刚写了那天我们到他家去看画 我们预备要买他这张画 不过他可能是错了 那个不是30周年 我们的1987年还是我们25周年 我们大概为了25周年买了一张画 然后呢后来1992年他画了一张这个图 因为他是信耶稣了 所以他就画了一张画 现在我们好喜欢这张画 所以我也把它买过来 我们就现在这张画就摆在我们的大厅里面 你们来我们家一进文就会看到这张画 非常好的 他一共画耶稣画过两次 然后呢他就讲到也是那一年 刘太太就是他的学生朱蕾 就是圈内知名做菜好手 最好的大概就是四川牛肉面 吃了大家汗牛甲肺 所以这个就是他在描写这个吃饭 不但这个面好 他其他的配的菜都好得不得了 我们每次能够被他邀请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趣 不过我们就很担心就是他太辛苦了 每次都是帮我们做很多吃的东西 这个呢是那天他有两件事情 所以他两件都画出来 一个就是讲在台湾记忆中的一些画的材料 另外一方面就刚刚好 说我打电话给他过几天 礼拜三要来取一张画 这张画就是下面 所以他那天画了两张东西 那么一张就是这个 大概就是跟刚才我们修过那张 差不多的一张 等于是画稿差不多 这张呢 你们看看他左边那张 就是我们现在右边那张画 也是挂在我们厅里面 这个餐厅那里 这个也是蛮大的一张画 蛮有意思 一个老头子瘦的那个 好像很紧张在讲话 那个大的根本无所谓 那个比较胖的 就是姑且听听好像不太excited 那么他就讲 他就是当然来取 我就跟他说下周三我来取 结果过了三天 真的我到他家去 他以为我们 他以为那张画我们不会买 因为我们看了好几趟 其实我们等了好久 是要等到三十周年的时候才买 所以刚刚好我们 结果真的去拿了 他还想象中 我们会把花送给我的太太 还是在想象中 假如我们两夫妇 是从前古人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装束 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显示古代的装束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回事 这方也是我们的那幅画 所以这幅是 我们结婚三十年那幅画 那个那天也是两件事情 第一因为他有了车祸以后 他这个要身体包扎 搞得这个非常痒 还有就是刚刚好 那个时候是五月 五月是亚太 这个月 亚太月我们 在那个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要办一个什么活动 那我就说 刚刚好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中国画家 可以给你们做一次中国画展 所以我们就跟他办了一次画展 所以他就把我们把画拿回来的那个样子也画出来 这个他就讲到那年那个邮政局的那个阅历很受欢迎 但是有一个女是不高兴 因为她的介绍我就不太懂 我没来得及问他 他就去世了 大概是觉得他没有得到应得的这个recognition 那么这个就讲到不同的两天 有一天就是他以为找到一个女的理法师呢 可以享受一点 可以少微的久一点 结果还是五分钟这个理法就理掉了 所以看见他的样子好像不太愉快的样子 这个是又讲到这个他的学生猪蕾做牛肉面 还有这个还有他切照片 而且他自己做这个镜框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这个就讲到在这个华府城里面 有个很有地位的一个华大学俱乐部 每年或者每两年都请他开画展 我们都去看的 还有讲到他的这个 有个邻居买了从台湾买了一个 报兵机回来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欣赏 那么就讲到他的大儿子要这个 要结婚 所以要开是个什么 那个invitation invitation 那么但是有人不太高兴 因为他没有请 因为他没有请他 所以他都把他写出来了 那么他就讲到这个刘女士 就是朱蕾 就是朱蕾 Ray Liu 他是最好的学生 在晚年 非常 在那个时候 1994年 那个时候他还别的事情很忙 没有时间 后来他就真的是很多时间 全部投入了 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 朱蕾女士为梁老师 晚年最得意的门生 曾经出过出版过画者 还有跟刘老师 办了师生的连展 而且对老师非常照顾 那么你们假如不认得这个朱蕾 有人可能会认得他的丈夫 尤其是你们学工的那些丈夫们 这个刘士奇博士 是我们在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是我35年的同事 25年我们坐在同一部车子上下班 因为这个Downtown 这个城里面这个parking很困难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carpool 所以我们一起carpool 搞了25年 每天关在同一部车子里面 差不多两个钟头 所以我跟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么这幅是他的画的白纸图 因为我没有买到 这个杨老师画的那幅 所以这个Ray就帮我画了一张 我就把它买了过来 所以这张也是非常大的 差不多有三四尺这么大 你们看我的后面 就是这张画 在我这个 我坐在这里后面 那么这个 因为杨老师去了以后 他有很多这个不同的东西 因为这个柱雷是他很得意的门生 就很多就交了给他 他中间的画稿了 很多东西交了给他 后来刚刚好去年要办这个画展的时候 他刚刚好要办家 他说他办家那个里面没有办法 放这么多杨老师的东西 就把他堆到我们家来了 结果后来打开来看 哦 真的是一个treasurer trail 里面有不少杨老师的画稿 还有这个 有一些画 他是卖了给人家 我们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 但是还好 他还留了一个影印 photograph copy 所以还有很多可以展览给大家看的 那么里面 像这个就是画稿 这个就是这个幼苗的画稿 你看他的这个 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这个人在画稿里面没有的 这个小孩 这个然后就是吹喇叭 所以他就在吹喇叭跟这个 坐在地上这个中间 插了一个小孩进去 所以这个其他的都是差不多 这个是另外一张画稿 刚刚你们看过这一张 这个江南这个小镇的这个 这个画稿 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 不是真的好好的 先布局一番 才能够画得出来 以后有机会 大家有尤其是想学他的 也许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题材 那么这个 还有在这个他的这些 留下来东西里面 我们也发觉杨老师有很多幽默感 那么结果我发觉这张画 原画是给谁买去了 我们不知道 还好他有一幅在这个 留在他这个 这个照下来的 很有意思 这个有钱人以为他拿了一大笔插票 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女士的关心 这个女士 这个好像还是不太 不太有意思的样子 他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他画的这个人 把他挤到一边的话 椅子这边就空出来了 结果他画了一只黑猫在上面 就balance了一下 好像这个平衡了一下 那么而且他画了一个黑猫的意思 就是说 this is not very good 就是这个大概不会 这个什么爱情 大概是不会太有太大希望的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回事 那么还有他这个 对他自己也是也蛮幽默的 他把自己有时候画得很可怜 尤其他有一次 他吃了一张speeding ticket 他就看得好像那个警察很凶 他自己看了那张ticket 不晓得怎么样 很可怜 其实我们这个county 是非常好的一个county 这个警察是非常有礼貌的 他给你ticket的时候 就跟你sir sir 问你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就是他自己的 自己觉得很不体面的一回事情 那么这张也表现他的这个幽默感 你看这里面有好多不同的 一个呢 是这个 理法的人大概 要理不太舒服 有这个样子看见不太好 那给他刚刚理好 那个人就发觉也许他的理得太光了 这个有点不太可能有点不太满意 那么这个呢 还有人在挖臭脚 这个都是乡下人 这些我从前在我们乡下的 我们的我父亲机关 他们合作所前面 做了很多这种人 所以我 我特别认同 对这个话 那么还有 这个人 就说挨在人家身上 睡 那个人也无 没有办法就让他挨在那里睡 这也是他的这个幽默点 那么然后最后我就讲到他的信仰 和这就是表现在他的艺术上面 那么这里呢 他就讲到这个一个主妇 有儿子 儿子媳妇 孙儿 还有这狗在那里 他就说这个主妇 是一家之主 他就教他们 要我们一家都要侍奉 耶和华 我是非常欣赏他画的这些画 为什么呢 他画出来的这个基督的信仰 不是一个洋教 是我们中国很多道地的这个 这个中国人也有这个信基督的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日报 上下古今 我时常天天差不多我都看 我就看到很多 从前在大陆 这个甚至在解放以后 还有很多在乡下做传道的人 都是这个生斗小民 是中国人的这个 所以我对他非常认同 那么还有这个听爷爷讲耶稣的故事 这张画我也给他买了过来 你看我这个后面 我后面大的那张画是诸雷的那个白纸图 我的上面 右上面就是这幅听爷爷讲耶稣的故事 我正后面 在我头后面 那幅就是那个 Norman Rockwell画的那个小孩的那幅画 还有远一点的那张画 是这个岭南派派洋三生的一幅一幅画 但anyway我也很也觉得非常觉得他把这个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不光是变成一个洋人的而是一个中国人的信仰 因为我在香港我所接触的教会也是非常中国化的 而且从前还是孙中山先生跟他的革命党人时常去做礼拜的那个礼拜堂 所以都是都是很多这种好几代以前中国的信徒就是已经信的 所以这个跟我是很认同他的这些话 那么这里也讲到这个耶稣要爱小孩 让小孩到他前面来 那么这一张呢 就是刚刚说的 是在我家的这个大厅前面的 那么这一张是最后的一张 这个是我刚刚说他医生只画过两张有耶稣 因为一般的画家都不太敢这个真的把耶稣画出来 中西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 所以我是特别要求他画了这两张 尤其是后来这一张 我是因为有一次圣诞节收到一个从韩国寄来的圣诞卡 他就把韩国那个耶稣降生 假如是正降生在韩国 是在韩国的马槽里面 韩国的马槽是怎么景象的 那张 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就跟杨老师建议 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耶稣跟他十二个门徒吃最后晚餐 就是从前打温奇最出名的那幅画 用中国人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他真的画了这张 可是他现在这张原画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不知道 不过还好他留了一张很好的照片 我们大家还可以欣赏 所以我是觉得假如这个 我是觉得 人家叫他是中国的 Norman Rockville 我觉得还不止 也许以后他这张画出名了以后 我们会叫他Chinese Da Vinci 中国人的达文系 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我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为止 我有一些我最后的观感 我不晓得各位会长是觉得 我应该现在就把它讲出来 还是等大家有机会问问题以后再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 请您继续讲 还可以是吧 因为我怕那个时间不够 我就跳了 很多我就跳过去了 我的这个个人的观感就是 就是这样子说 杨老师为人 跟他所画的这些很直爽 很这个中国的 很纯朴的生斗小民 是非常相似的 是充满了我们固有的伦理道德 而且他还有带人接物的方式 还有他是对这个基督的信仰 不但是他对信仰的这个 这种神学方面有很大的这个研究 而且他在他的行为 而他的人品之中就表现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跟这个美丽心 这三个字是非常相配的 那么他的医生呢 都是非常谦让低调 所以从来不止我推销 他们 所以很多这个画展都是 我们大家找到他要他去的 而不是他自己搞的 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他还没有达到 他应该得到的这个recognition 所以他对我们中国文化的风俗的描述 我们应该有后来的人更多的学习 还有发扬光大 并且按时举办这种展览 或者云端的讲座 使他更多人能够画这种东西 而且使他的名字更得到传扬 很多中外的艺术家 很多作品都还有他们的价值 都是身后才被人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杨老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情形 尤其在美国的社会 大家对中国的一种敌视感 令到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对华人的社会都受到很不好的冲击 所以我们应该把杨老师所表现的 这种中国的文化人物 还有这个和谐的生活方式 应该在外国人中多多的展示 以增进对这个华人的好感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回事 那么讲到这个宝岛青春赛会图呢 这个 我是听说是在他二儿子的手里面 那么我们要请他拿出来展览也很不容易 因为他很怕这个拿出来弄坏了很不好 所以我们也学这个就效法杨老师 不强人之难 所以我们也不过我就觉得这个eventually 一定要有个还好的归属 我不知道他们家里面有没有办法一带一带传下去 而且能够很安全的传下去 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容易 这个不同我们从前我们从前乡下还有个古居 古居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能办到古居那里 所以以后几千年以后古居还在那里 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时代 我们根本就是飘来飘去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把这么伟大的一幅画能够藏在那里 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这个原件应该交由世界级的艺术博物馆来典藏 那么什么叫做世界级 我们中国人就说这个这个故宫博物馆啊什么 我们就不晓得这个现在在台湾的情形 将来博物馆博物馆的东西会不会受到破坏 在大陆的那种从前也受过破坏 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敢想 那么有一个想法就是在纽约的Metropolitan 大都会博物馆那个是世界有名的 或者是美国华盛顿的Schmissonian 还有这个National Gallery Art 这些都是所谓世界级比较有安全保障的 所以不晓得是要捐给他们还是要卖给他们 其实这个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钱能够卖到多少钱你花就花掉了 主要是你舍不舍得把这么一个 繁家之宝把它放在一个别人的这个博物馆 这个是长期的放在那里 我是觉得假如尤其是现在这个 Digital Technology那么好 那就他们可以花一点点钱 就是把那整张东西Digitize一下 那么把自己把这个Digital Copy留起来 而且将来你可以做无数的Digital Copy 传给你的直直顺顺 那个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元件呢 只交给这个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艺术博物馆 也会很不错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就讲到 这个光是看我们这里的留下的这些 还有他可能在别人那里也留了不少 这个他的画稿了 还有他的其他的东西 还有相当多 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观赏 尤其是假如今天我们听众里面 假如你们有这个杨老师的话 不论一张好三张也好五张多少都好 能够告诉我们可以照个相告诉我们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假如有更多的这个作品 也许我们过了两三年以后 我们可以再办一次这个画展 无论是网上的还是这个 这个云 还是实体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email 就写在这个这张上面 所以你们记下来 你们有什么时候要跟我联系 要找一些杨老师的东西 或者把你们在里面有两老师的资料 可以告诉我的 我们都可以经过这个email来 相讨 那我们现在 我要说的就是大概到这里 就欢迎大家 发问 还有批评